老花一开箱评测啊 今天继续挑战数千的货 跟大家说过无数遍了 只要带这种标您就放心买 这个都是春雷行动过后活下来的商家 大家可以看到啊 就是你们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淤积固里花香素养 这上面有很多的一些个监督电话 有关部门介入的 所以你们放心 那今天开箱呢 是一个郁金箱 很多的话有让我叨叨一下这个事 其实这个东西呢比较简单哈 给大家先开箱再给大家叨叨 大家在养护这种种球类的 你像什么鲜克莱呀 郁金箱啊 百合啊 马蹄莲啊 就是这种快径的呢 大家一定要get一个什么点呢 他们在夏季高温的时候 它是陷入一个短暂的休眠期 大家那个时候呢 要控水控肥 长势不好 您别急 是吧 等到秋天的时候 它就已经分出来很多球了 到冬天的时候 在地下过冬 到了春天的时候 它就一个变成好几个的那种 都长出来 如那种雨后的春笋一般 说瘦瘦的涨 好吧 咱们正常的做开箱先 苗情很高 很大 很哇塞的一个 哇 很高大 很威猛 还行 这种的话呢 不能说是特级苗 起码有个A级左右了啊 B加级的 这个非常哇塞的一个呢 这是一个粉色的郁金箱 郁金箱有很多的品种名字啊 咱们就不一一的说了 那这个价格呢 也不算贵啊 二十九块八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你只要买花啊 你总逃不开数钱 有的话说 为什么呀 因为数钱那边呢 他们大家都知道 江浙户的电商是吧 最早都是起源于那边 所以说呢 在这个行业来说呢 都大部分都是我的一个前辈 所以说呢 人家做的很成功 对于方方面面都做的很成功 你包括打包 他们的一个技术 都比我们山东这边要成熟的多 因为我们山东起步比较晚 好吧 大家可以看到呢 这种郁金箱的话呢 是喜欢光照的 在我们山东地区是可以地栽的 他们的用途呢 都是以这种松软透气的 你像椰康啊 泥炭啊 草炭啊 松针啊 腐植土啊 都是以这些为主 如果说大家找不到好土的话呢 可以来我们家买那种 通用熊的配方土 那像现在这种情况呢 就是给足光照 给足光照 夏季高温的时候呢 有些个叶子呢 方方面面的可能就 长得不太好 这个没事 因为在春天到夏天的一段时间 它就吸收了足够的营养 到了秋天的时候呢 它就开始分球了 就刚才咱们说的这个事 像这种到手以后呢 稍微巴拉巴拉裱土 稍微巴拉巴拉 看看这个是不是圆培圆土的 大家可以看到 里面就是有这个球了 这样能够看清楚是吧 这个就是郁金箱的球 那既然这样的话 咱们还是先给它买起来吧 买的也不是太深 土肯定是经过一定的松动 过来的盆呢 也不算难看 咱们呢就要做的 就是静静的赏花就行了 如果说大家对于施肥 不太明白的话呢 就可以找一些缓施肥 这边的话 我用的是花拉多优质克力控施肥 大家也可以用一些奥绿一号啊 或者奥绿的其他型号都可以 稍微拌一拌 正常的就是该浇水的浇水 该施肥的施肥就行了 好吧 它的品种名字呢 叫皇家实质 属于一个刻型比较高的 像一般大家建造的运营箱都这么高 这个东西太高了 在室内做盆栽的话 可能就显得 就有点像百合的那种感觉了 可以递债啊 臭宝 咱们这个只要是 偏北方的地区都可以递债 有的话说我南方 南方的话你就买也行 买的话也没多贵 买的话也没多贵 好了 29块钱的一个苗情啊 就是光这个快递费就不少钱了 性价比还可以啊 苗情也有90分 性价比也差不多有90分啊 综合得分反正90分左右 好吧 如果说大家对于养护预影响有什么不明白呢 你可以视频上留言 我这一期就简单的给大家叨走了一下 那后期的时候我也 看看到秋天左右的时候能不能给你们找点球去卖 这段时间 如果你们想要的话 找我们后台小哥给你发链接吧 毕竟我个人不接受充值啊 也不会给任何一个商家去搞宣传 我之所以开箱呢 就是给大家去看看市场的行情 去给大家讲一些个养护的知识 分享一些个我们花卉里面的道德 好吧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啊 要看什么样的开箱的话 可以告诉我 好吧 没事 只要你敢说我就敢开 但是要是花卉里的 你别让我去开什么比亚迪 F3之类的汽车 我开不了 好吧 我老花一 养花最长一 好了 我老花一